几十个要塞挡着门口这边 我们要烧到几十 哎呦还在烧这 你们看 烧这一半罢了 都在那边烧完了 我们要等到几十 烧完要塞过后 后面还有要塞 又要见旗子 这边都不能花多少时间了 我们的盟主做了一个对策 就是飞要塞进去 我们找到一个地方 是他们没有把洞补好的 所以我们可以飞要塞进去 因为这个要塞跟我们的关卡 有一段距离 所以如果我们派兵过来的话 可能在路途中都给敌人打死了 所以我现在要想办法飞进去 我现在先把和平护盾开了起来先 OK开了和平护盾过后 就用随机千层千层出去 因为那个关卡是我的联盟 现在在占领着 我的军团在占领着 所以我可以飞到关卡去外面去 但是飞到关卡去外面去 不代表你可以在里面自由飞行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飞到关卡去外面去 一到关卡外面就退出联盟 然后随机飞 飞到靠近要塞那边去 OK现在我是已经飞到关卡去外面去了 现在我要找一个地方 是比较靠近我的要塞的 只要飞到关卡去外面去的时候 你退出联盟 关卡不属于你的 你就不能从这个关卡走出来 所以你只能在关卡去范围里面飞 所以我退出联盟就到处飞 找一下我的要塞在哪里比较靠近的时候 我就可以派兵出来帮忙剑旗子 帮忙守城 哇这边要援兵啊 太多敌人啊 你看这边地图上面全部都是敌方的野障了 他们也是开始做了集结哦 集结爆掉了 啊这么快的吗 他们的兵好像很少耶 集结兵 等一下看有没有战斗报告 我的兵呢 是已经抵达这个要塞里面进去了 只要这个要塞建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慢慢烧旗子烧比较快一点 好过我们在门口那边烧要塞 那个要烧好久啊 因为我开了和平护盾的关系嘛 我不开不可以啊 因为我没有在自己领土上面 我不开的话呢 等一下我就给人家集结了 所以我现在的任务呢 只能派援兵而已 只能派兵进去要塞里面帮忙守护而已 现在的兵好像越来越少了 OK国王开了一个技能 打过去给他死啊 不过看来我们双方都累了 我们这边的兵也是很少 对方的兵呢也是很少 都没有什么人打野仗 我们关卡器那边烧要塞的时候呢 基本上他们都没有什么人出来了 所以现在烧人呢 其实也算是正常 我们也打了蛮久的 不过现在是早上6点44分嘛 等迟一点呢 我们的队友全部起床了 就可以过来帮忙打野仗了 现在我们先看一下战斗报告 刚刚他们做的集结 这边是阿提拉五天 打我们的直诺比亚跟军事坦丁 这里的报告很显然呢 是对方那边比较亏一点 因为我们的王国呢其实车头也不少啊 所以我对车头呢其实是很放心的 他们的争议呢肯定是比我高很多 你们看那个保护大佬就知道了 这个去杀呢就是上一个影片呢 打歪歪大佬的人耶 哇他到现在还没有睡觉啊 他好像一直在线的 一直坐集结耶 还蛮累一下的坐车头 不过他的阿提拉争议不太行耶 他的阿提拉争议跟我的其实差不多而已 因为以英雄战阁来说的话呢 这个骑兵争议不算是高的 刚刚有接到另外一个集结 我没有拍到画面 不过我给你们看一下报告 这个真的是零车 你们自己看 才51万而已 他们就敢开那个集结出来 亏哦 这个真的是亏哦 先不讲他的争议有多少啦 这个数量其实都不应该开车出来 你看他争议其实是可以的 就是兵量太少 最后敌方放弃抵抗了 已经不想理我们了 给我们这边慢慢烧旗帜 慢慢建要塞 所以现在只是我们的刚刚开始而已 我看到下面我们水阵营那边的盟友呢 其实也是打得不错 所以我们可能会在这个关卡器里面 跟他们会合 现在给你们看一下地图画面了 你看前面的要塞还没有烧完 还在烧着哎呀 烦了这几个要塞 不过呢我们因为在里面飞了要塞进去嘛 所以我们已经在里面开始烧旗帜 开始在建自己的旗帜了 然后我们的父门也用翻墙的方式翻进来 慢慢把旗帜烧完下去 二三的王国呢也配合我们一起慢慢把那个旗帜烧掉 慢慢建进来 哎呀这个兄弟就不是很好运啦 给我们集结 来啦回欧上去 哎呀我现在才看到我带萨拉丁啊 萨拉丁不能搬职员啊 哎呦失策了我不应该找萨拉丁过来的 虽然萨拉丁我是很爱你 可是抢职员的时候就变成我不爱你了 他的第四技能真的很烦啊 不能抢职员啊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战斗报告到底抢了多少职员 那个萨拉丁呢 悲哀啊不能看了他的报告 没有东西在里面了 抢不到职员 不过还是可以刷一点击杀啦 反正他里面的兵应该剩不多了 他的战力也不是说非常高 我们回欧上去应该可以拿到不少的击杀 OK我们来看看 呃这边 对啊他那边比较爽一点 后面打会比较爽 哇他的兵 哇好惨啊 哎呦抢他职员啊 这个玩家应该才刚出题五而已啊 所以他的争议没有说非常高 哇我这边也是抢到不少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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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里面还有蛮多职员的 等一下还要慢慢去搬啊 不懂要搬到几时了 可是我们这边人多嘛 等一下抢抢一下就很快就抢密封了 哎呀这个萨拉丁没有职员 失策了 目前呢我们已经把他们的棋子 大部分能断电的呢都断电了 你们看这些失效的棋子 哎呀好疗愈啊 像我刚刚所说的 现在呢我们的盟国 就是下面的水阵营呢 也是慢慢的剑棋子上来了 以这样子的趋势下去的话呢 基本上整个关卡器 都是我们跟水阵营那边包围着了 所以土跟风阵营呢 是没有办法进入关卡器里面 也就是说呢 他们没有办法到黄亭那边 就等于说我们的黄亭 其实是安全的 不会有扫天的情况 也不会有敌人出现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拿下关卡嘛 哎呀这次的黄亭轻轻松松的拿下 不用打仗了 我们关卡器那边已经打完了 这边看到地图呢 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的人 在关卡器里面 敌方应该是出不到来了 他们也没有办法去黑暗鸡汤那边 这里我就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他们过不到黄亭来这边 因为我们打了关卡器之后呢 整个关卡器里面都是我们的人嘛 然后黄亭外面包围的关卡呢 全部都是关卡器里面来的 所以除非敌方那边呢 有办法突破关卡器 然后直接来到黄亭这边 不然的话呢 他们是没有办法出来的 但是如果你们要避免敌方呢 会从关卡器那边再突破出来的话呢 你们可以用封关卡的方式 就是我之前有拍过的 拿要塞挡着门口 给他们出不到来 所以现在的趋势呢 我放一个小小的地图给你们看一下了 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 这个地方是我们占领的 所以敌方是没有办法出来的 除非他们真的要破釜沉舟啦 把全部资源拿出来跟我们对抗过 这样子的话 还有机会可以打赢我们的 但是我们已经进到黄亭里面去了嘛 所以他们真的要打到黄亭那边去的话呢 估计会消耗很多的兵很多的资源啦 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等这个圣城开放 但是在边缘那边呢 其实有一个任务啦 这个任务就是要我们去击杀其他阵营的人 但是我们的地方 因为他们被我们风筝没有办法出来嘛 所以有可能我们会跟水阵营那边呢 互相打 然后要等到关卡完全开放呢 其实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没有那么快跟敌方打 不过基本上我们都已经看到输赢是谁啦 我放呢是胜利的 之后如果有打架的画面呢 我就会录制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就可能不拍影片了 因为我这个失落之地差不多要告终了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暂时拍到这里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喜欢我的影片就订阅我吧 别忘记开启你们的小铃铛咯 可以收到第一时间的新消息